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四场八人军争场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这四场的话由围猪爱败人 童虎有丽雅 加荣润和不灭女武神提供的素材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么第一局依然是看这个新武将王姬佬的这个发挥啊 王姬佬的发挥 那么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远回忠诚 那么一边选爆发将啊 也可以的 王姬就是这种爆发属性啊 旗帜啊 旗帜可以制衡自己的手牌啊 当然啊 这个制衡自己的手牌 九桃除外 九桃的话你只能歧视别人 那么主攻在这里 祭鹿神 祭甘尼二号位上来啊 都没有动 而且啊 刮 他这个技能是配合主攻可以打一波的 那可能偏忠诚一点 偏忠诚一点 内剑都不太可能啊 那么紧接着树霸也在这边开一个万剑齐鲁 万剑齐鲁的话 这开出来的话可能偏忠了 可能偏忠 那么无中生又再开出来 又放南门 这你作为反贼的话 开这一万一难都不太合适啊 都不太合适 那么看他后面怎么打 那我现在 哎呦 那拆甘尼的话应该可能偏 至少不是中了啊 更加偏内 内或者反啊 内或者反啊 更加偏内点 毕竟放了一个万剑跟南门嘛 一个万剑跟南门 正将之功啊 那么这里的话 离点寻寻一下 吃个桃 无中生有 搜索连环也没有用啊 这个也直接重铸掉 这打法也像内剑啊 也像内剑啊 而且离点本身就是内剑将面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第一轮也没法动 这一个过拆可以骑制 骑制的话可以骑制自己的这把菊花刀 但是骑制完之后能有什么牌 说不定的啊 难讲 那边的话过河拆桥 这个应该是反贼啊 偷着主攻 明反 主攻又拆书大爷的那个灌石 主要这里的话 可能还是看他比较偏中的 这里又跳一个明反 长朝魔 飞刀的厉害啊 飞刀一举 那么鹿神的话 被控两血啊 鹿神当然是 这个血线越低 越有发挥啊 越有发挥 切刀杀人伤到一刀 哎呀 可惜主攻竟然断杀啊 那这里过个拆桥 拆个空个距离 火攻的话 这肯定是想刷牌的啊 肯定是想刷牌的 果然是忠诚啊 切刀在掳人 那么离点 这里肯定也不是中了 大理寺刚才没有动 所以现在场上不明的也就是 大理寺元树和异点 就看哪个是反贼了 哪个是反贼 苏大爷这个反贼属性 哪个是内剑啊 那么苏大爷被逼你啊 直接吃一个桃 弃牌啊 直接吃一桃 弃牌 那么顺手转阳 想我 我们身上顺 哎 这反正也不是忠诚了啊 不是忠诚了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过河拆桥 拆距离嘛 拆了盾 拆了盾 那么杀一刀 树大爷 来 菊花扮我行啊 菊花扮我行 这里可以弃腾甲啊 腾甲啊 我个人也不太喜欢腾甲的啊 没想到吧 一九被拿走 哦 谢腾 这 你们啊 这九杀就有点伤了 我们本来就是脆皮啊 好不容易有个盾在这边 还被直接九卤掉啊 直接被九卤掉 我当要天天行道 哎 这顺手转阳 然后呢 看看怎么打 哎呦 那肯定是反贼了 拼主攻再一刀二 哎 这为什么不一刀二呢 不打甘宁呢 他是不是一一三五大离子这个身份判断还不是太清楚 那么甘宁再补刀 树大爷 足 足 张辽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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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招损千兽 天下位了 哦 这要死了 这感觉我们要死了 九杀 吓人啊 吓人 那你这个铁锁锁的什么鬼啊 锁的什么鬼啊 吓死我了 这个铁锁就浪费了 敌半入我手 那么离点的话 那应该是内斤了 这个时候再不出来控场就难了 就完了 那么现在反贼方面张辽有控手牌 大离子有输出 祝容现在没有距离还好 离点一行动的话 立刻控反贼 我们这里的话白银可以回血了 那么最后这里也没法进去 那么我们这个状态的话 张辽是不敢 呃 不想偷我们的啊 对我们的手牌没有兴趣啊 那边这个火工 这不要给自己刷呀 你这给里点啊 给里点啊 你或者就给我们一张牌 你不想给内斤 你直接给我们一张牌 你这火工挨的 啊 这打的啊 那么大离子那边的话直接被乐中 还好啊 还好 中将死战 非我志弓 那么这边杀一刀张辽 张辽的话足 啊 足的话那边救起来 希望我们不会断杀啊 不会断杀 那么这里陶子吃的有点急呀 吃的有点急呀 这里陶子不该吃啊 不该吃啊 你凉血最后留一九一桃嘛 你最后留一九一桃不就行了吗 你这个留着 哎 不好啊 这个陶子吃的太急了 而且旗帜的话刷牌 我个人推荐啊 你主攻现在他这个不希望他可以把主攻的这个青钢剑倒是可以起了 那反对这里的话 开一个南蛮 把张辽带走啊 把张辽带走 那么还好主攻没有一杀断掉啊 你说 如果刚才主攻断杀啊 我们这个陶子吃非常的关键啊 非常关键 即使张辽这边要偷牌 你也得考虑 就是说张辽 你这一定要赌啊 一定要赌啊 张辽偷不到你陶子啊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陶子吃的不好啊 我当要替天行道 我当要替天行道 大离子这个拼点 拼陆神就也是差评啊 你这拼谁不好啊 你这送 送帮主攻空手牌啊 为了更加顺利的黏营吗 就打着呢 圣来可全 圣来可全 嗯 那么这里的话 火柴柴 漂亮 现在没有办法了 主 主中内一人割一鞋 反对都是满鞋 还有装备啊 这个你说怎么打啊 怎么打 那我们这里的话 肯定希望来个旗帜小爆发啊 最好 那么无中生有可以帮主攻补一补 但是你说主攻这手里的牌啊 你最好不要动啊 你最好不要动 那我们再帮离点这个地方啊 酒喝酒 旗帜别人可以把离点的这个 嗯 这个也行吧 也行吧 把这边的这个装备拆掉 送一张手牌啊 做防御 那么再久杀 祝容一刀 可惜没杀到啊 没杀到 那最后的话 求藤甲护蹄啊 藤甲护蹄啊 因为现在的话 都是菜刀流 祝容 搭离子 现在最温馨的还是主攻啊 最温馨的还是主攻 请助我一臂之力 sorry 有k啊 sorry啊 有k 你有什么办法 那主攻现在来了神奇 五流牛马 转起来 动起来啊 那么那边的话 一刀二 一刀二的话 漂亮 再乐不思数 控一波啊 肯定 控大离子啊 祝容的话现在没有距离 那主攻这个顺手拽扬的话 顺利点啊 其实如果你木马里面塞的就是破闪的话 没必要 就直接把木马再顺回去啊 顺回去再发动黏营啊 再发动黏营 然后再流出来啊 那样的话也还好一点 那么这里继续可以啊 旗帜 旗帜的话 那边拆什么啊 拆了手牌 拆到桃子漂亮的 这里可以借刀杀人啊 当然这个借刀杀人啊 我推荐借陆生的刀更好一点啊 推荐借陆生的刀更好一点 这里大离子还杀出去 这个杀出去你就坑爹了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我们借刀杀人 应该来说你借主攻的刀 主攻手里如果是杀 直接方天一扫二 如果不是杀 他发动黏营 还可以刷一张牌啊 还可以刷一张牌 大不了这个方天啊 再流出来给我们 所以我们刚才这里打的应该来说不是特别好 得之坦然 得之坦然 看到方天一定要借刀啊 一定要借刀 几方的方天一定要借刀 特别是对陆神这种帮助青年营的啊 所以我们刚才借刀啊 不是特别好 那么现在的话 主攻这里又可以到大方天啊 帅气啊 帅气 大方天来一扫二 这个里面又一扫3了 一扫二 那把柱绒空到一起 后面我们就可以补到了 可以补到了 那么木马直接留到我们这里也好 内奸的话他不要 这个时候啊 除了有乐不思蜀的考虑 其次呢 也有这个 嗯 诶 神来火宫啊 那这里的话火宫 直接可以带走柱绒啊 那么我们可以扔一张装备啊 扔一张装备 漂亮 那么就上方片 诶 嘿嘿 正好啊 我们旗帜自己注意 这里旗帜的废牌啊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手上的输出 刚才的话 草花红桃插方片跟黑桃 所以你七张装备的话 来了一张黑桃直接把柱绒带走 漂亮啊 这个还是可以的啊 那最后过河扎桥 把这边的大离子清空 那我们这里的话可以把白银装上啊 骑制自己的白银回血 嗯 那么那边的话一道菊花啪啪啪带走啊 漂亮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波小爆发了 诗之淡然 诗之淡然 德之淡然 菊花送你走 你不是职工啊 你不是职工 那我们这里的话最后 无中生有再开一个 再开一个 那么开一个的话 顺手转扬 可惜没有简易啊 如果有简易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把这个 嗯 闪电给拿过来啊 那我们吃一个桃 但是呢 九塞过去吧 九塞过去啊 那么后面啊 主攻这个闪电 我们可以给他打掉啊 可以给他打掉 因为这里的话 主攻闪电一打掉 我们还是可以救的 啊 给了一九 九塘 再一九 三 正好三个啊 还行啊 还行 嗯 不打也行啊 千千君主 温润如玉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可以稳妥一点啊 就打主攻这个啊 如果披下来 披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救起来 然后李简也死了啊 嗯 不无限也行啊 不无限也行 我们最后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的 王鸡一波小高潮啊 小高潮 火宫骑至自己 正好来了一张黑桃 带走柱种 最后收人头来过拆 菊花刀 又继续一个小年弄 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局 第二局的话 主攻我们是一个八位的大忠诚啊 八位忠诚的话贴主 那么输出的话不太好输出了 必须依靠于武器之类的啊 武器之类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 选了一个女性角色 夏侯氏 那么夏侯氏就是强辅助了 那么一旦阴雨之后 可以给主攻补上 主攻又可以立即还回来 那么注意 场上这里主攻给了戒许楚之后 又紧接着把所有白都给了我们 貂蝉在这里啊 貂蝉在这里 主攻这一波啊 还是非常的鸡字啊 还是非常的鸡字 但是呢 貂蝉贴主的话 反贼也比较正常 许楚的话这里也跳反啊 满虫的话也是偏反的啊 大师一般来说贝贝局可能偏中 但是这里他确实跳反贼 那你这个反贼选家有问题啊 你这主攻完完的仁德啊 克制你这耗施啊 克制你这耗施啊 克制你这耗施 那我们没有上 那么主攻其实这里打的也非常浪 非常浪 就是场上啊 他就看到场上就一个属将 然后呢 就完全把牌给了我们 但是你要想想 你这铁锁 你至少得莽锁出去啊 锁一个吊杆 锁一个蝉虫 不挺 不挺好的吗 那这里的话果然跳反了啊 刚才就跳反了 那个无蝎就暴露了 那么一波 反贼啊 全都出来 最后的话 虚缓图 欲速不达矣 一缓至极 顺手转秧啊 顺手转秧 乐不思蜀 那么可惜大师还是可以耗施地啊 还是可以耗施地 乐不思蜀乐住漂亮 那么主攻 可惜的是主攻这里被翻面了 我们是无可奈何的 无可奈何的 当然啊 主攻刚才给牌给的过分激进啊 过分激进啊 其实主攻你可以留个一两张 这种闪在手里 反正叼杆拿回去也是废牌 他不能输出啊 那么葛优在这里的话 这决斗你还救 你有两头 急撤再死 笨笨难敌啊 吃吃 你这桃子浪费的啊 你这桃子浪费的 那么 然后这边的话 葛优一波输出之后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我们这里的话 无中可以先看铁锁连环 可以先锁锁连环啊 保无中 那么锁锁连环这里没有无亵毒条的话 那么锁锁连环继续锁一个教授跟满虫 雷沙杀出去啊 直接利用教授的吃北 哎呀 这个就打的不聪明了啊 这个就打的不聪明了啊 你这里应该来说 锁锁连环锁上教授跟满虫 一刀雷沙杀下去啊 把教授带一鞋 他十倍反正不掉鞋 那么一人控一个 青鸿可以暂时不装 防满虫的预测 防满虫的预测 这里的话 貂蝉 这里啊 可以怎么打呢 直接火攻 朴主攻一鞋 然后最后 这边可以灵魂许楚啊 哎呀 你这离魂 离魂主攻有个什么意思啊 离魂主攻没意思啊 你这火攻杀一刀 然后再杀一刀 桃子就一个 桃子就一个也行吧 也行吧 那你最后还一张 这里貂蝉啊 如果打了够浪斌一点啊 直接灵魂许楚 灌时给出去 那这样就保证了持续输出啊 持续输出 那么徐楚的话 你看啊 现在手短啊 徐楚正常在场上作为忠诚好打 但是作为反贼而言的话就比较难打 因为他有这个距离的限制 不是那么容易啊 那么这里的话 满重一个难买啊 必须拼 但是你拼 我们这里 呵呵 有桃子主啊 他就拼就拼出了 而且主攻明的手派 他最后的话 无法翻面主攻了 那只能翻面队友 那么葛游这里的话 杀一刀 再绝奔一个 啊 骑奔一个 那么满重的人都可以拿下 那最后的话 这里啊 带走之后 我们这里可以装上扇子 桃子怎么能吃呢 这个桃子不能吃啊 我们这里桃子也不应该吃 应该直接弃闪 留一酒一桃 或者一闪一桃啊 一闪一桃 酒 可能你留着也有用啊 也有用 那么主攻再一个给出来啊 貂蝉 还是那句话啊 你灵魂许楚啊 哎呀 这里貂蝉 一直没把握这个貂蝉的精髓啊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看了我都着急了 是吧 主攻这么脆皮啊 只要刚才这一灵魂 一刀 直接带走乱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刚才 我在这里说的 为什么我们这里的这个桃子不能吃啊 为什么不能吃 主攻都才能这样 你怎么这个桃子还能弄你了呢 你肯定留两血保桃啊 我可能三血保上线啊 那么我们刚才啊 为了这个粘弩的效果啊 直接这样的话 锁锁连环搞一波 那么再来一发啊 再来一个九萨 但是的话 徐楚还是比较心机的 心机的 但这样的话就没打到 无蟹刚才 为了保这个粘弩 无蟹啊 都扔了 无蟹都扔了 按照道理应该是拿无蟹的 那么这一回合 貂蝉终于 终于是想到了这一招啊 经过最后推行 但是此时此刻 你必须虽然也有锦衣 你也就三张杀了 也就三张杀 主攻求一桃 那么这个桃子还可以保主攻 下一波又打 但是你这样之后 你自己没有防御 可又控离两血 应该来说妥妥的 我们这边还有一杀 你这个就贵了 还有冰娘 控离下一轮的这个墨牌 哎呀 所以还留一桃有什么用呢 这里按照道理啊 貂蝉跟徐楚 应该来说早可以打一波配合了 打一波配合 那么这里杀一刀 然后装个八卦 起一个闪 万剑可以留到下一轮 先让主攻回血 桃子不急着用啊 桃子不急着用 嗯 万剑 桃子 嗯 感觉还是打的有点急啊 打的有点急 万剑可以续一波 万剑可以续一波 嗯 你这里打 当然啊 打许楚一斜 可以保证葛又啊 那边的话直接下一轮带走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但是啊 怕就怕到时候他那个 是吧 冰娘天怪啊 人算不如天上啊 要考虑这种自然因素啊 自然因素 可能葛又的话这里带走 最后肯定放桃园啊 保主攻了 肯定放桃园保主攻 那这样的话基本应该来说这局 到这个时候肯定过了 出题至上 那么我们这一局的 我方啊 虽然刚才说了这么多瑕疵 但是好就好在 场上我们唯一一个女将 主攻啊 这一把牌位在我们这里 灵魂雕就完全啊 从正面角度 他灵魂我们这一边的角色 他就完全被卡住了 瞬间打不开思路了 然后他没有想到他可以离魂队友啊 那一把好的灌尸 如果早一点离魂给虚除 主攻说不定早就足了 早就足了 唉 可惜了啊 可惜了 当然啊 我们这 这 这一局啊 就是一个女性角色武将的啊 一个优点体现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 第三局这边的话 主攻孙权 我们是一个三位反贼啊 三位反贼 那么三位反贼的话 选了一个国泰 哎 老妈妈 哎 儿子 别紧张 有老母亲在啊 有老母亲在 但是我们可就是反贼啊 有老母亲在 给你换装备啊 哎 梦获这边 夸张闪电 这 这 这 内接嘛 内接嘛 那我们这个地方动弹不得啊 去酒 留闪 可以的 可以的 前期酒不是那么重要 哎哟 他是 拿去拿去 莫根哥哥 客气啊 这里就直接跳反贼了啊 这打野也是非常安妄啊 都喜欢盲给啊 那边的话 葛爷也不动 这应该 也是反 这也像反的节奏啊 杀也不杀 那边的话 猪狗克顺手往下架顺 那也是反 先这么标吧 但挂上闪电 又是 而且是远位猪狗克 这 又像内接嘛 一半入我手 苏大爷往下架病娘啊 那么 董胖的话 贴鼠可能偏反一点啊 可能偏反一点啊 那么 也没有杀 那边的话 主攻勒布斯鼠 就是无邪 赶紧打呀 这 这有一个暖啊 有一个暖 过河拆桥 锁锁连环 过河拆桥 拆刀 空距离 然后 容我三思 杀一刀大师 还是扇子 诶 这 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 这里 手牌 顺手把闪电拿掉啊 把闪电拿掉 诶 这个意识 不错的 火攻 来一发 过河拆桥 短一个啊 短一个 然后 去吧 起手的烂牌啊 烂牌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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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哥哥 客气 啊 过河拆桥 拆加一 然后的话 勒布斯鼠贴竹啊 贴竹 可以的 那么 我们现在没有掉血比较尴尬啊 大血的尴尬 那几乎是白板带的啊 几乎是白板带的啊 几乎是白板带的 那么葛优的话 这应该是跳反啊 诸葛的话 杀一刀八位董太师 还是看不懂啊 看不懂 就是后三位啊 这个不太明朗 过河拆桥 拆勒 这应该是明中无误了 明中无误了 那么再杀一刀 那边铁锁 一如反掌 那边闪电又转起来了 两个闪电啊 两个闪电 又又杀一刀 哈 这诸葛哥挂着什么暖闪电啊 这瞎挂 瞎挂 这里又继续索索连环 那我们这边还有不易啊 暂时可以保一保 哎呀 大师这一手的难破啊 也是罪了 然后补一啊 补一到杀 也是无可奈何啊 诸葛哥打得浪一点啊 可以四张牌拍出去 搞一下书大爷啊 搞一下书大爷 你拍拍出去之后呢 大师这边还可以给你补给啊 还可以给补给 补给 那么这一波输出 我们直接桃子硬生救起来 然而闪电在这 我们这批到了 那么批到的话 最后桃子大师也有桃啊 大师也有桃 按照道理啊 我们这里刚才其实打错了 应该先让大师他自己出桃救 这样的话就保证他这个稳定的好施啊 稳定的好施 那我们这里虽然被批 但是啊 稳得两装备啊 还是可以的 可若连痕 仿能一弱胜强 嘿嘿 桃九来袭 那么那边的话 九杀蒙祸 九杀这南蛮子有啥用 桃源放到好评啊 那么葛又这一波桃源放出去 大师下一段又稳定地盟给葛又了 稳定地盟给葛又 那么就希望我们能狗言喘喘活下来啊 狗言喘喘活下来 但是朱尔克这里打的还是不够浪啊 打的还是不够浪啊 这个他浪一点 这装备不指定的就扔出去 最后我们这个八卦都可以换给他呀 是吧 或者主公的白银换给他 都行的 白银换给他 他还可以再回血 哎呀 朱尔克这不会打呀 不会打 你这就 也不知道手上是攒了一手什么鸟牌啊 什么鸟牌 桃子应该也不像 也不一定啊 也说不定有套啊 说不定有套 哎呦 漏我们了 那我们这样的话 被控住 杀一刀我们肯定要闪的 南蛮入侵 再放一波 我们要掉血 吊血的话 萌火的这边被吊血 还可以啊 那么朱尔克这手里有杀 你这杀 这刚才不是肯定砸树大爷 这这 决斗就决斗呗 我们这这有那个 有补义 还有九桃 决斗死吗 天过乐 哎呦 没有啊 没有 那这里的话 我们这里应该是 不是啊 直接留一张补义牌 你这桃子留着干嘛呢 大师肯定要换的呀 肯定要换的 当然刚才的话 那个 放的南蛮啊 放的南蛮 放的南蛮 葛又拿着什么牌的 骑测在此 谁云成风 大师稳号施了给我们 然后那边的话 杀一刀 砸树大爷啊 这走不砸 这南蛮扣在手里有啥用 这猪鹅鹅 感觉从头到尾就在瞎打 闪电 起手罐闪电 你说反正能浪不浪 结果浪到了我们这边啊 闪电浪到我们头上 我们看到大师闪电没留到那边 我们赶紧给大师顺鸟 他那边倒好 第一轮上来就逛 哎 哎 真是有什么样的队友啊 什么样的队友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整体还可以 还可以有补益 大师这边有补牌 整体还算不太 算难打 再杀一刀 那么这个补益牌还赚到了 那么救了回来啊 从这个 那边的话 董帕尔这个桃子是换了过去的 然后他自己克起来啊 这个不应该留桃子 你有补益 你至少来说大师那到时候还可以换你 所以你你自身留桃牛那个都一样 而且你已经一血了 大家到时候一人砍你一刀 肯定的啊 你这个桃子 你不管留的补一排 最后肯定都要补一条 都要补一条 所以我们刚才打的有问题 这边过去拆桥拆这个轻航剑啊 拆这个轻航剑 我们这里的话 留一个 留一个顺手也行啊 留一个顺手也行 这样大师的话继续方便换啊 玩一下董太师 顺手的话 反正你顺呗 顺呗 但是这里的话有可能树大爷先死 然后朱尔克在这边的话 都可能把树大爷砸死 砸死的话 这边顺手可能对朱尔克有点危险 但是好就好在我们这边有这个无戏啊 那么桃园放的可以的啊 桃园放的可以的 那么整个的反贼人写信又被拉了上来啊 九尚漂亮 九尚漂亮啊 那么一个九尚直接带走了 我才是皇帝 哎呦 这没想到我才是皇帝 哎呦 这九云啊 这九云 这个直接砸一下吗 你这个南蛮 他这个保了自己一血 南蛮却打了队友三血啊 这朱尔克 哎呦 猪队友啊 猪队友 这只能说是猪队友 这这朱尔克打的啊 这这朱尔克打的啊 你直接那个南蛮砸一下 自己掉一血呗 这不就妥妥的 妥妥的 这打的什么鬼啊 啊 这边还好大事啊 有一个桃救了起来了啊 这个整个的感觉我们反贼节奏 整个的反贼节奏 应该来说还不错 但是就是朱尔克在这呢 打的什么鬼啊 打的什么鬼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啊 到了那边没被带走 没被带走之后的话 也换个 吃方天 我们换的也有问题啊 这个你应该把这个锦衣 把主攻锦衣换给朱尔克不就行了 这干嘛非得换一个方天给葛用呢 放的一落盛强 再次拿到啊 哎呦 路上菊花刀 桃源 那还行啊 这样的话再次回状态 那么下一回合的话 大师应该来说啊 稳稳的换给葛又比较好 这里直接杀主攻呗 直接杀主攻 那这局的话 到了此时此刻 只要朱尔克 他别再浪啊 别再浪 那后面就都好打啊 就都好打 那么主攻的话 那个距离也不要了 然后索索连环 这个闪电又挂起来了 而且两个闪电 我们这里的话 肯定要把闪电啊 再次拿掉啊 再次拿掉 那么这里注意一下啊 主攻 我们这里的菊花刀 换得还是不要 不要再拿 后面大师可以打的就是 直接把主攻的换给葛又 葛又的话 补一刀 再决斗主攻 这样的话至少啊 两血 如果再杀一刀 决斗一刀 就已经成一血 诸葛克到时候再菊花 一砸主攻 嘿嘿 首先那个时候已经欠血 欠血之后 他再 毒 啊 先毒 先毒 可以的 这里的话啊 葛又打了一把保守牌啊 这个还是比较淡的 先把这个闪电给拿掉 最后送诸葛克助攻啊 漂亮 诸葛克最后一把啊 终于牛逼了 终于牛逼了 哎呀 看了我这是 这是揪心啊 揪心啊 大师还有一套 诶 不对啊 这啊还有一套 还有一套 所以每每看到啊 胜利 虽然是胜利了啊 但是 其中呢 有各种瑕疵在里面啊 值得各种改进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这里的话看一下最后一局啊 最后一局的话 这个是老局了 这个是老局 主公 老教主 我们这个余神将啊 这个注意这里的余神将 我们是老神将啊 老神将 待会看你就知道了啊 看你就知道了 那么主公顺手转眼啊 这里的话不给顺 那肯定是反贼 而且选出来应该来说确实 主公你批呗 批完他到时候有阴魂发动 保队友啊 或者是巴尼啊都行的 那么这里的话应该是忠臣啊 应该是忠臣 从排队里面摸 然后开难门 但是 难讲啊 难讲 你如果做反贼的话应该直接跳啊 那应该是忠臣啊 应该是忠臣啊 应该是忠臣 那你不不控一下反贼的手牌 忙碰一个 忙碰一个 这里刚才你应该偷郭家跟孙季啊 郭家你作为忠臣啊 在教主局感觉没什么用啊 这里肯定是反贼了 解锁 解锁就解锁吧 我们这里 火工 那么火工就火工呗 火柴桥 这还真是内奸嘛 对啊 国家作为忠臣的话 其实不是太好打的 谁他们去砍你 教主也不会批你啊 也不会批你 那我们这里的话 神将啊自带人王大 都无水尸可破 那么借哥哥 Fuck me 火汤要替天行刀 哎呦 那这个这个是反贼咯 大梨子这血酿也有问题 你这硬输出的话 我们吃一桃 沙教主 来 雷公主 啪啪啪 妙脆脚啊 那我让你脆一脆啊 让你脆一脆 哎呦 这就一桃 他手里还有一桃啊 还有一桃 那么勒布叔叔呗 我们这南蛮啊 肯定暂时没有用 当然我们作为内奸 注意啊 我们这里心机啊 非常好啊 非常好 铁锁连环 不用重铸啊 这里啊 也不要铁锁别人啊 也不要铁锁别人 这个时候你铁锁别人 就是带崩反贼的节奏 所以啊千万不要那么打 就让主要一点一点的 蚕食他们反贼啊 蚕食他们反贼 那么葛又的话 勒布四处生效 这边的话国家又锁锁连环 忠诚啊 好就好在他们不能 跟主弓打配合 这一波铁锁的啊 我们估计就要慎重的杀主弓了啊 那边杀一刀 桃子救起来 给个fuck me 来搞张和呀 武战相将 来决斗 无锡 红杀 哎呦没有了 可惜了 我们这里还是希望他把张和带走啊 张和一带走之后呢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就可以考虑 哎 红杀 杀我们一刀 也就杀我们一刀啊 你这再杀 黑杀能杀吗 没了 没了啊 没了 那么这里的话 锁锁连环都锁上 这个可以的 嘿嘿 那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是明跳内斤啊 内斤明着打 那你大离子也不要来打我们了 不要来打我们了 刚才我们这傻逼了 刚才我们这傻逼了啊 我们是内斤啊 国家正是忠诚啊 国家正是忠诚啊 哎呦 好几次解说这个 都都出现了这种问题啊 于晋 啊 就是我们主视角是内斤 然后啊 降面 其他降面篇 那个内斤的局 我们硬生说人家是内斤 结果人家是忠诚啊 又二了 又二了 好尴尬 东吴水师可破 东吴水师可破 那么这里的话啊 呃 五五放出来 我们这边的话 直接 拿一个加一 可以的 反正防具呗 防具啊 作为内斤的修养 红杀来一发 红杀来一发 那么红杀这里 选择了只能打教主了 那边都锁锁连环 你也打不动啊 你也打不动 我当要天行道 一艘二吧 一艘二 哎呦 你这就是起了空 教主守牌的作用啊 但是也没啥暖用啊 加一装上 七闪飞 哦 我们这里直接七了八卦啊 直接七了八卦 嗯 也可以吧 也可以啊 反正八卦对我们而言 没有什么暖用啊 没什么暖用 那么那边灌石杀一刀 张合 又解锁 杀一刀 那么希望葛优来一波啊 带走 带走张合 决斗 也不来了啊 绝对也不来了 桃园也不开 但是这里桃园开的话啊 这里火山 留着一张神了 卡了十秒啊 原来是掉线了 原来是掉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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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的话 张合这个便当 肯定是吃定了啊 张合便当吃定了 那边又挂闪金 我们肯定要 这个闪金还是拆掉为妙啊 拆掉为妙 就是救不回来的 宝宝啊 这人家双刀流 你哪能救回来 现在局面越来越好啊 反正我们就喜欢这种啊 Fuck自己帮我们打忠诚的人啊 是吧 然后我们这里啊 继续玩龟缩 装上一把好刀啊 那边的话九杀给你收就是啊 主公你养一养啊 养一养 那郭佳现在基本估计 也不太有人想去打啊 不太有人想去打 那么郭哥拆桥 你再不不如拆人王呢 哎呦 天雷滚滚 那这里的话主公不拼 Gay哥 就是要把大离子给带走啊 把大离子给带走 那么Gay哥没想到还摸了一个桃 这样的话就可以继续来炸降啊 继续来炸降 那么又是一次一次输输 搞了国家 搞国家 天下大势 唯我所控啊 郭哥拆桥 拆桃子 漂亮火攻 哎呀 那这里的话 南蛮又不能放了 南蛮又不能放 那边的话九杀 九杀你八卦有啥用呢 你这个八卦还不如不判啊 你万一判出一张神牌来 主托 当然这里也是主攻的啊 嗯 那么我们这里啊一直没有杀啊 很尴尬 很尴尬 现在的话希望国家死了就好了啊 死了就好了 杀一刀再杀一刀呗 哼 哼 那么有年弩还可以啊 有年弩还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就等这种残局啊 我们这个不动白 余神将啊 神将信仰 那边的话漂亮 死的漂亮 这国家啊 这个刚才这个红杀还不杀一下孙金啊 这想的什么啊 想的什么 那么最后我们这里 嘿嘿 残局收人头哈 内奸的姿态 内奸你不需要前面不需要过多的高调 不需要过多的人头 你只需要引导大家去引导反贼打忠诚 引导忠诚打反贼都别来搞我 所以这个思路一定要理解清楚 所以我们这里啊整个思路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加上我们这个余神将 谁一般也打不动我们啊 也不会浪费死在哪我们 嗯 好吧 那么今天这四场 真正的话就到这里啊 最后谢谢大家